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这个单元 我们再继续来学习 法剧经故事集第十二品 字集品第八个故事 那我们先看故事前面的法语 提到的是 愚痴的人因为邪见 而轻蔑欧罗汉 圣者和正直者的教诲 他们如同格他格足 因为造作恶业而造致灭亡 这一个故事的法语 也是针对造作恶业的人 实际上是自己愚痴 不明白真理 所以会去轻视 乃至有正果的人 或者是有修行的人 或者是心存正直的人的教诲 所以这个表示 当一个人 他自己有邪见 而没办法真正看到 事物的真相 不了解真理 他又自以为是 而以自己的见解为最好 然后就连有正果的 有智慧的人 跟他的教导 他都不愿意接受 那下面的批语 就用格他格足 这个应该是印度的植物 就像我们台湾的芦苇 这样子一类的植物一样 它就是结果实 就是结它的果实以后 那它就死掉 就是枯萎了 那这个就是来批语 一个这样子的邪见 愚痴的人 那他以他自己的这个见解 错误的见解 而去照做恶行 照做恶业 那他就会受到 他自己的这个恶暴 而灭亡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是在警惕我们 就是我们自己 还是要多建立正知正见 我们就是因为 自己看不到真理 所以我们要多闻 然后呢 了解 就是由有智慧的人 告诉我们的 这个世间的真理是什么 虽然我们 还没有正道看不到 可是呢 我们知道 有这样的真理 是有这样的事实 那我们就要用来 警惕我们自己的行为 那这样子呢 我们才能够说 我们有这个身体 我们生在这个世间 我们有正面的学习 所以我们才会从我们的 习气来改换 所以还是 从这样的开示啊 是告诉我们 就是有这样的愚痴而造恶 有这样的恶业 还是伤害了我们自己啊 所以我们应该 从这样的一个 开示教导 要反过来的是 我们要建立正知见 那我们要建立 我们自己的行为的基础 那这样子呢 我们才可以就是 砥砺自己啊 更进一步 我们乃至还可以真正的修正 看到这个真理 那我们还没有正道之前呢 我们至少会接受智者的教导 而愿意去学习 第十二品第八个故事呢 他的题目是 嫉妒的比丘 在佛陀的时候呢 因为有很多都是向往修行啊 可是呢 自己的习性 还有自己的这些的境界 他还是不清楚啊 所以有的人是 已经正到欧罗汉国了 可是有的呢 他还是执着自己的 这一些的习性 而没办法去好好修行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啊 就是基督的比丘 那谈到的这位主角的比丘呢 他是因为啊 他在社会城 就接受一位老妇人的供养 那因为这位老妇人呢 他非常的就是照顾这位比丘啊 那这个比丘的名字叫卡拉 卡拉比丘 那有一天呢 这位妇人呢 他就听到了 他的邻居就听到 这个邻居讲到佛陀的德性啊 他就非常的敬仰佛陀 而且呢 他就希望啊 能到这个 奇数给孤独员 去亲自听佛陀说法 那奇数给孤独员 就是在社会国啊 那应该不远啊 那这位老妇人 他应该是有一个善心 所以他看到这个出家人呢 他都很想供养 然后照顾他 所以他听到了 他的邻居提到的佛陀啊 所以呢 他也想说 那也去好好的去听佛陀说法 所以呢 他就向这个卡拉比丘啊 提出他的愿望啊 可是呢 这个卡拉比丘呢 他就打消他的念头了 而且呢 前后三次 就是每一次这个老妇人提起 要去佛陀那里 听经 听闻佛法的时候呢 他就打消他的念头 那有一天呢 这个老妇人啊 他就不理睬这个卡拉比丘的反对啊 他就直接呢 自己就去到了这个奇数给孤独员了 结果呢 这个卡拉比丘呢 他就发现 这个老妇人已经 去到了这个金色的时候啊 他的内心啊 他就 很自私的就想到说 那当这个老妇人啊 他亲自去听了佛陀讲经说法以后啊 那可能呢 他就不会再照顾他了 这个卡拉比丘啊 他就很自私啊 实际上也是很贪心啊 他就是一心只是想要 这个老妇人的照顾供养啊 所以啊 他就赶快呢 他自己也去了这个奇数给孤独员 那当他到达这个奇数给孤独员的时候呢 哇 他真的是看到了这个老妇人啊 就在佛陀说法的地方听闻佛说法 那这个卡拉比丘啊 因为他自己的私心啊 那其实很愚痴的 他就很恭敬的去靠近佛陀啊 而且告诉佛陀说 世尊啊 这位老妇人非常的愚笨啊 请你啊 只教他 布施 还有慈戒的 这个方面的佛法 那佛陀呢 他知道了这个卡拉比丘啊 他自己的这个恶意 他因为 自己的贪心 私心啊 而这样子的一种 不好的这种行为啊 所以呢 佛陀就告诫他 他说你的愚痴啊 跟邪见 污入了佛法 你不过是自取其入而已啊 所以呢 佛陀的智慧啊 他看出了这个卡拉比丘的 这样的 的这种私心啊 那告诉他的是说 你的愚痴跟邪见 污入了佛法 也就是 一个比丘应该是要 好好的修行啊 可是呢 你为了要自己 能够得到老妇人 继续的这样的供养 照顾啊 那你又说老妇人的坏话 然后呢 阻止老妇人去听 佛陀说法 那他等于是自取其入啊 就等于 他怎么会 啊 用假的这个事情呢 想要来 欺骗佛陀 那佛陀的智慧 当然看得清楚啊 所以他也看清楚了 这个卡拉比丘的私心 贪欲 然后呢 也 更加的 就是 看到 这个卡拉比丘啊 他是一个愚痴的人啊 就是只为了这样的一个供养 那又阻止这个妇人去听闻佛法 而且还要佛陀呢 只教导这个妇人说 要布施啊 实戒啊 那就等于是说 那这个老妇人只要好好的去供养 卡拉比丘就好了 所以他等于是 自己太 这个愚痴了 还要主导佛陀说要 教这个老妇人什么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世间的人 那愚痴的这个想法 他真的可以让他的这个脑汁啊 都是迷惑了 都不知道他看到的人是谁 那他都不知道佛陀的智慧 佛陀的慈悲 还想要去 去影响佛陀 所以这样的人也有啊 那在法聚经故事集里面啊 也算是非常的 就是真实的记录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 也无非是要让我们知道说 佛陀的教导啊 有人是好好的修行 可以挣到欧罗汉国 那如果是愚痴的人 坚持自己的私欲的人 他也还是一样不会修行的好 也修行不来 他也没有办法修行 所以这样的 嫉妒的比丘也好 或者是我们上 两个单元介绍的提伯达多 更是严重的例子啊 也就是被自己的 这一些的私心贪欲 而操纵了他自己的心 跟他的行为啊 所以这样的人呢 他也没办法接受佛陀的教导啊 所以呢 我们也是要把他当作来学习 警惕自己 也就是我们好不容易遇到佛法 我们想要修行啊 那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在修行的过程 我们的贪欲是什么 我们自己的私心是什么 那千万呢 就不要把我们的贪欲私心啊 又要来遮蔽正法 那这个就是很严重了 那这个真的是愚痴的更愚痴啊 所以这里面的法语就告诉我们说 愚痴的人因为邪见啊 他乃至轻视欧罗汉啊 圣者还有正直的人的教会 就以为说 他自己呢 比这个欧罗汉还要聪明 还有智慧啊 那就等于 这是井底之蛙啊 他看到的就是那个井的那个口 上面那个天啊 他就以为 他知道的太多了 所以这些呢 都是让我们知道说 世间真的是有这些的邪知邪见啊 这个是不正当的 那我们应该来警惕 更要来就是反省自己啊 学习更正确的 也要好好的修行啊 那下面呢 因为我们这个单元还有时间 那我们来针对 刚刚十二品的第八个故事 嫉妒的比丘 我们就相对的再介绍 第十二品的第九个 第十个故事啊 它是精进的比丘 那这个故事呢 你的法语啊 也提到说 不管利益他人的事 多重大 也不可忽 事 不可疏忽 自己的目的 更要下定决心 完成 那这里呢 就是 以我们 能够利他 跟利己的 这样的一个考量啊 那在这里的利他 是 我们可以帮助别人 或者是我们为别人 要做什么事情啊 那利己的部分呢 主要是以修行的考量 所以这里说 不可忽 疏忽自己的目的 这个目的指的是说 我们要正到我们的 涅槃 极尽的这样的境界 那就是 我们所有的修行啊 我们的心 要能够达到一个 涅槃的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啊 我们才会触到说 那我的生命的 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证悟啊 那我们才会呢 把我们的生命 更加的珍惜 然后呢 我们也更能够 来发扬这个生命的作用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法语啊 他对照的 我们来看看 这个故事的内容啊 他是在描述一位精进的比丘啊 那这位比丘呢 他的名字啊 叫阿达达塔 阿达达塔 那 这个事情发生 是在佛陀 快要入灭前 四个月 那当时呢 佛陀已经是自知实至啊 也就是知道他四个月以后呢 他就要入灭 所以佛陀呢 就公开的向他的弟子们啊 宣布说 他在四个月呢 就要入灭了 就把这个日期呢 告诉这些弟子们 那当时呢 就很多的这些佛弟子啊 他们还没有挣到 欧罗汉果的这些比丘啊 那听到佛陀这么说以后啊 就非常的伤心 那在这里呢 就有一个分别啦 也就是指着说 还没有挣到欧罗汉果的 那这里 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因为挣到欧罗汉果 他已经断除了贪车吃烦恼啊 他可以了解 这个世间呢 是没有我的 那佛陀入灭呢 也是他的肉身 入灭啊 所以欧罗汉呢 已经挣到真理啊 所以呢 他们不会有这样的 悲伤的心情 可是还没有挣到 欧罗汉果的这些弟子们啊 那他们就会用 这个世间的这个俗情啊 就会认为佛陀死了啊 然后呢 就没办法再看到佛陀啊 所以呢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情职啊 所以非常的伤心 所以当时呢 这些还没有挣到欧罗汉果的这些比丘啊 他们心里的伤心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 所以对于佛陀的就要入灭的这件事情啊 他们就非常的紧张啊 所以呢 就觉得呢 应该要每一天都要紧紧的跟着佛陀啊 所以呢 他们从那天以后呢 就随时都跟在佛陀的身边啊 那当时呢 这位故事的主角啊 阿塔达塔比丘呢 他就不是这么做 他就没有跟在佛陀的身边啊 他就自己在心里就下了决心说 那么他要在佛陀入灭以前啊 他就要挣到欧罗汉果 所以呢 他就非常的努力精进在修禅修啊 他就不像比丘 其他的比丘一样 就跑去见佛陀啊 就跟在佛陀的身边 所以他自己就用功他自己的这样修行啊 那么其他的这些比丘啊 也不了解他的心意啊 所以呢 他们就把他带去见佛陀 而且呢 告诉佛陀说 师尊啊 这位阿塔达塔比丘啊 他呢 不像我们这样子来 对你这么敬爱啊 他呢 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尊重你啊 他是以自我为中心 他我行我素啊 所以这些比丘呢 他们只看到这个阿塔达塔比丘啊 就没有去跟在佛陀身边啊 就以为他不尊重佛陀啊 他自己我行我素啊 就是没有尊重佛这样子 所以呢 就在佛陀那边呢 就告了他一撞啊 结果呢 阿塔达塔呢 他就很恭敬的解释啊 他对佛陀是多么的尊重啊 那他呢 就是告诉佛陀啊 就是因为呢 他希望在佛陀露灭以前 震到欧罗汉国 他把他自己的心意 就如实地跟佛陀禀告啊 那佛陀呢 听到了以后呢 他就非常的赞叹 就是赞叹这个阿塔达塔 而且呢 佛陀就告诉其他的比丘说啊 说敬爱尊重我的人啊 就应该要像阿塔达塔 一样这样子做 那你们呢 来看我 并不表示呢 你们对我的敬意啊 那佛陀还说到说 只有信受奉行我所教诲的法 才是真正尊重我啊 所以佛陀呢 他讲到的这个深意啊 不只是说表面上来看我 那就是尊敬我啊 很尊重我 而是呢 应该要能够遵行法 然后好好的修行的 那这样子呢 才是真正尊重佛陀啊 所以佛陀呢 他是以法为重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真正对法能够用心 能够真正修行 那都比说 我们在一个人的面前 那好像用表面的这样的一个尊重啊 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啊 是阿塔达塔呢 他真的是在用功啊 他真的是一心想要 挣到欧罗汉果去努力修行 他是真心的这样子为法 所以我们自己也要自己呢 能够了解到说 我是不是真正的为了法 而已经进入到以法来尊重 作为这样的一个代表啊 而不是说我只是借口 而不愿意去做我应该表达的这个尊重啊 因为我们这个世间啊 我们说啊 也是要有一些的这种表示啊 我们说啊 我们见的人很恭敬 那我们也应该啊 像父母亲啊 师长啊 我们也都应该去表达 这个尊重的问候啊 慰问啊 那这些都应该做的啊 也不是说啊 那我在修行啊 我都不做了 而是说我们真的 如果我们的心啊 已经是进入到法的这个状态啊 那应该啊 也要跟我们要表达的这个长者啊 师长啊 父母表白一下说 那我现在应该啊 是有一个阶段啊 那我没有办法中断 所以呢 在这个期间呢 我没有去表达我的这些的这种 自义啊尊重的这一些的行为啊 所以这样子呢 就能够说啊 我们也为了法修行 也这种人情也都能够兼顾啦 所以在这个故事啊 佛啊 就是看到阿塔达塔 是真的为了法 在精进修行 所以震叹他 这个就好像是法华经 药王菩萨里面所说的 是真精进 是真法供养 也就是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心 在用功上面 在法上面 那这个呢 就是真正的精进 是真正的供养啊 那我们把学习的功德 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下记山土苦 若有见蚊子 细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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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